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满城近代黄金甲》 还有《变形金刚4》 《绝技重生》 应该是很多观众朋友 都比较熟悉的电影 这两部电影都非常注重视觉效果 可以说每个画面 都能够给观众带来震撼 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把外景地选择在了 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五龙天坑 2007年的第31届 世界遗产大会 重庆五龙 还有云南石林 贵州利波 一起作为中国南方Caster 正式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一说到天坑呢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的是 深陷的地面 陡峭的崖壁 还有神秘莫测的地下河 应该不是适合人们居住 生存的地方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 这两座天坑 却居住了几十户人家 他们不仅在那儿建造了房屋 而且还开垦出了农田 天坑是一种分布在 Caster地区的独特的地质景观 拥有巨大的容紧 通常周边是陡峭的岩壁 世界范围内的天坑 有三分之二 分布在中国南方的贵州 广西 四川等省区 世界靠谱面积最大的天坑 是重庆五龙的中石院天坑 靠谱面积达27.8万平方米 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中石院和近邻的 夏石院天坑 竟然有启示户人家居住其中 这就天坑了 对 对 你看这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我们这个天坑的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距离 大概有230多米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就跟村民聊天 说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出这个天坑 现在我们进去可能大概要十几分钟 如果走慢点可能要半个小时 那咱们如果下去的话 只有这可以走吗 对 对 对 应该只有这条路 好走吗 底下 还是有点难走 有点难走 对 对 我看现在看到那个底下 有几所房子 那是有一个村子吗 对 对 里面有人居住 你看下面还有很多农田 那他们住在底下的话 为什么不是在上面住呢 底下比较适合居住吗 因为下面还是比较适合居住的 因为它有一些水源 什么可以得到保障 站在天坑口向下看 天坑底部有着整齐分布的农田 古朴的房屋 隐约还能看到正在田里劳作的农民 要下到天坑底部 有一条看起来比较平整的道路 它紧贴着崖壁缓缓向下延伸 这条路是几年前 村民们集资在原有基础上 平整并加宽了道路 从那之后 他们进出天坑方便了很多 而在之前 人们仅有一条简陋的山路通行 向外一些大简物品 运进村里极为困难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较长 我们顺利到达天坑底部 走进村庄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安静 路上人很少 有老人在房前 安静地劈开面条 准备编制竹框 这村子大概居住了有十几户人家 这十五几户人家 基本上都姓马 他们是一个家族吗 对对 他们都是姓马的一个家族 他们世代都居住到这里 像平时他们吃的粮食啊 蔬菜啊 都是种在天坑里面的 他们基本上还是靠这个 自给自足吧 对对对 他们种了很多蔬菜 还种了一些粮食 基本上它也可以自给自足自足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很久以前 这个家族搬到这儿来了 就在这儿住下了 对对 因为这边条件比较好嘛 比外面条件好多了 据说在十几年前 这里的村民生活水平 还要远高于周边山上的居民 算得上是富与户 虽然居住在天坑中 出行不太方便 好像与世隔绝一般 但却是这片地区首选的居住地 为什么居住这边 海拔要低一些 另外的水源比较充足 然后他们就可以种一些水田 就可以种一些大米 其他地方不可以种吗 外面因为水源 可能得到保障的 就这里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种植农作物来说 还是比较有利的 对对对 这段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天坑里海拔较低 这里的气温比山上要高一些 非常适宜种植农作物 而且水稻等对水资源要求较高的植物 也在这里出现 中石院下石院天坑的面貌 与附近的天生三桥完全不同 天生三桥由三座 卡斯特天生桥和两座天坑组成 分布在同一峡谷的1.5公里的范围内 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群 也是满城近代黄金甲 变形金刚寺 绝技重生 两部电影许解的地方 那这种景观的话是怎么形成的呀 它是由几百万年之前的阳水和浮流 它从西向东横穿而过 就在地下就形成了一个峡谷式的洞穴通道 然后后来就形成了坍塌 坍塌之后呢 坍塌下来的却成了天坑 没有坍塌下来的就形成了现在的天生桥 这种天坑的话在咱们这个地方坑不多吗 在五龙大概有十几个天坑 这算是世界上比较密集的地区了是吧 对对对 五龙的卡斯特地貌 天坑数量众多 就在天生三桥附近 方圆近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就有五座中大型天坑 如今以天生三桥为代表的 五龙天坑 持续不断地给人们带来视觉震撼 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 也带来五龙卡斯特旅游的热潮 距离仅仅几公里的中石院和下石院天坑中的居民 它们的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 中石院和下石院天坑是属于塌陷型的天坑 在卡斯特地貌当中塌陷型的天坑应该说是分布最为普遍的 数量也是最多的 这是由于地下暗河的破坏作用 使得上部的岩层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坍塌 最终就露出了地表形成的 那这两座天坑是几十甚至是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经历了常年的风雨侵蚀 周边的崖壁会发生滑坡和坍塌的现象 就逐渐变成了斜坡 这样还方便了人们进出天坑 而且这两座天坑的面积都比较大 底部平缓 多年聚集的厚厚的土层 就完全可以种植各种农作物 天坑里的环境显然已经具备了 适宜种植和居住的条件 我看他们的房子都挺有特色的 这个挺原始的 对 基本上修的都是木头房子 基本上都是几十年前修的 所以说这几十年来都保持原貌是吧 基本上 对对对 咱们找一家看看吧 行行 我前面看一下 山坡上地势较高的一户人家 热闹的声音引起我们的注意 他们家的房子看起来占地面积较大 像是村里的大户人家 并且在楼上地势较高的一户人家 主人在家吗 你好 你好 我们是电视台过来的 想看一下您家的房子 请进 您家今儿人那么多的 都是朋友过来玩去的 马云高甲 今天要接待十几个 乌龙县城里来的亲戚朋友 家里的女人们 正在忙活着做中午饭 灶台上的四口大锅 全部利用起来了 这做的什么呀 粉 扫粉 扫粉 不是我们用的扫粉 扫粉 这是黄瓜吧 黄瓜 这是咱们自己种的吗 是啊 这个也是自己种的 也是自己种的 你这招呼朋友 直接下地去摘点就行了 就是吧 这吃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就是吧 这个腊肉也是自己做的吗 是 自己腊肉 这个自己腌的 这能吃一年吗 这些 能啊 我们远起来就是吃一年了 马云高一家 邀请我们留下来 一起吃中午饭 由于我们的拓展到来 猪烧币需要去农田里 多采摘一些蔬菜 招待我们 马云高甲的菜地 就在房子的旁边 几十米的道路 两三分钟就能走到 可以马上把它煮熟了 就可以吃 拌下来就直接煮了 您这鱼米地大概多大呀 可能这一片就是我的 上来的就是全都是 你可以把它弄给补客 先一下看 有 这个挺嫩的 这个可以搬了 中午有口福了 就是您吃点好的 好的 四季稻 四季稻是吧 这个 这个您种的吗 是啊 咱就是我的 哦 又有一个又有一个 这能摘吗 能摘 咱们摘的这些够炒一盘吗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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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个快点来摘 这里了 哇 这个就是能吃的大小了是吧 嗯 哎呀 大丰臭啊今儿 摘这儿还是摘这儿啊 随便在这里 在这里 哎呀 鸡子 好了 去救一下 好 大一个南瓜 蔬菜的品种非常丰富 仅仅二十多分钟 我们就收获了足够的蔬菜 我们了解到 马云高精通木工 他家的这所大房子 都是自己一点点 独立建造起来的 一会儿再缺 您能带我参观一下吗 可以啊 咱们这房子一共几层楼啊 一共两层楼 两层楼 有多少间房呢 哦 还是大间还是小间 小间就像这样的 比如说这样就算一间 应该有多少间啊 哦 小间的话那就多了 我听这些走起来的话 这都是木头做的吧 全是木头 全是木头做的啊 哦 全是木头 您这房子什么时候建的呀 我的房子嘛 是 82年建的了 82年建了这座房子 以前您住哪啊 以前 建房之前嘛 就是在我老家嘛 老家 我老家就是在下面 下面 也是在这个村子里是吧 嗯 都是这个村子嘛 咱们这个祖辈 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 也不知道吗 那不知道 我们也是听传说 从张献中西一川过后 嗯 我们的祖先就是从江西起的祖 马云高和村里的人们 都没有去详细追寻祖先的搬迁事 他们只知道 自己的家族在天坑里居住 已经几百年了 最近几年 由于周边旅游的发展 经常有山外的人 慕名来到这里 欣赏天坑美景 并来他们家品尝农家菜 马云高夫妇家的大房子 已经成为村里最知名的农家路 招待客人的蔬菜粮食 全部是自己家田地里种出来的 在这个典型的喀斯特地某区 农田灌溉的水源究竟从哪里来呢 我们在旁边过去的那个埃坑 有这么大一个洞 所以就从那个洞里面出来 会一直不停地往外冒吗 它一直不停 不怕就是大干天 都没端过水 咱们这块的这个灌溉也好 包括饮用水都是靠这个孔吗 全都是靠这个孔 就这一个孔养活了 咱们整个村子是吧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喀斯特地某 地表崎岖 岩层很厚 而且降水很快会从缝隙 渗漏到地下岸河当中 所以农业种植应该非常困难 村民还告诉我们 天坑虽然地势低洼 但是从来没有过水患 因为不管雨量有多大 喀斯特地某中 错综复杂的地下岸河系统 都能够顺畅地将雨水排出 一般来说 喀斯特天坑一定会有地下岸河 或者洞穴与之连接 而在上石院和中石院天坑当中 不管是饮用水 还是农田灌溉 都有着稳定的水源供应 而且没有水患的困扰 那么这又是不是地下岸河的功劳呢 养活了整个村子的水源 距离并不远 就在山崖底部 穿过大片农田就能到达 还在里面 我们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 现在这个洞口 我在里边都感觉有点困难 慢慢地往里倒是吧 越往里面走 感觉里面越凉了 就是越凉了 太凉了 由于洞孔过于狭窄 我们很难探下身去 查明水位的深度和水流的大小 刚才经过了一番努力呢 我本来想到那个 有流水声的那个地方去 可是里面洞口实在太小了 所以说我只能出来了 不过我现在回头往里看的话 依然能看到大概在三米左右的距离上 有这样跟这个洞口垂直的一条地下岸河 现在的话水流应该不是很大 你们就是把这里的这个水 引到那个山下去 用这个管子引下去 这个管子都是引下去 引到每个家里面就是这个管子 这个水可以直接喝吗 直接喝了 那个水挺干净的 它多年水都流下去管天了 底下那个蓄水池的水是从这来的吗 是啊 这么小的一个 它这个没有涨水 涨水到这个洞里面出来很大很大 这个季节没有涨水是吧 什么季节会涨水呢 它是下雨天嘛 下雨天会涨上来 下那个暴雨就涨水 涨水了这里这么大一盒水 一直冲下去冲在池子里面 最近村里新修了一座蓄水池 在雨量小的季节用于农业灌溉 人们没有用水的困扰 而大片繁茂的农田提供的粮食和蔬菜 供应村里的居民富富有余 这个算是地下暗河吗 这个应该算是个地下暗河吧 这种地下暗河的话在咱们这个区域多吗 非常多这个地下 非常多 那这样的话 这种地下暗河 跟咱们这个天坑 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这个肯定是有必然的联系的 因为根据研究发现 它任何一个塌陷型的天坑 它肯定有一条地下暗河是横寸而过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 在这个天坑里面 只有这一条暗河 所以说这个天坑的形成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条暗河形成的 地下暗河造就了天坑 而暗河中的水源 如今正在补育着天坑中生活的人们 山上开发旅游热闹非凡 但是天坑中的人却也没有外迁 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也是这里的人们留下来的原因 鲜料中朱少璧告诉我们 附近的山崖上还有一眼三朝圣水 间歇地从山体内流出 只有运气好的人 才能赶上水向外流出的时间 我们和他约好 第二天一早出发去接圣水 当我们出发去朱少璧家时 远远看到一处山崖聚集了很多人 唐亮亮告诉我们 那就是三朝圣水的所在地 难道水已经流出了 我们还能赶得上吗 从朱少璧家出发到三朝圣水 往返至少需要五公里 翻越两座山头 只有崎岖不平的山路可以通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爬 当我们筋疲力尽时 音乐听到了哗哗的水流声 太好了 去沉沉沉 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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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沉沉 去水 我把你拿出来去吃白病消除 再收到水 这个水取回去干嘛呀你这是 因为这大人小孩都能喝白病消除 它可以除白病啊 真的吗 真的 你听谁做的呀 祖宗一带传下来的 收了 你们听那个声音 收水了 收水了 听那个声音 这是要收水了 没有了 收了 收了 今天音乐真好 收了 这个一般什么时候出水啊 反正都时间不一定 中午有些是十点 十一点 今天是九点都来了 十点过收了 咱们这 紧干满干的还是 把不准这个时间啊 哎 有事把不准 这个就是老年人说要运气好 我们刚接了一些水 三朝圣水收水时间就到了 我们仍然算是运气好 赶上了三朝圣水的尾声 今天没有白跑一趟 我这样就可以盛一下是吧 可以可以 哇 这个水真的是挺清凉的 哦 这样可以喝哈 口气喝喝了 被冰消除 八月份的温度非常的闷热潮湿 我们这一路走上来已经满身大汗了 一走到这个清泉水旁边 三朝圣水旁边 这个 它的这股清凉就偷到你身上来了 喝一口 整个心里都是凉凉的 特别满足 再来一口 三朝圣水周边都是附近的村民 自己筹资建造的寺庙和菩萨塑像 他们认为 神奇的三朝圣水可以包治百病 这些泉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种一天出三次水的现象呢 这个泉实际上在专业上来讲叫做那个卡斯特多朝圈 就是说一天之内它会有涌出几次水 像这种现象的话 是咱们这个卡斯特地貌里面特有的一种现象吗 对对 这是一种典型的卡斯特泉 只有在卡斯地区才会出现 它的形成呢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悬崖下面的沿层断裂 在里面形成了一个储水的空间 然后水在里面储存达到一定的那个程度之后 就会跟外面产生个压力差 水就会排完 排完之后它又重新储存 就是这样一个来回循环的过程 那么据我们观测了 其实这个泉水呢 它每一天的大概出水是一天 二十四小时大概有四到五次 水量就是那个水量丰富的时候 大概一天可能达到十次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 他们可能只白天过来观测 可能一天只能发现三次 所以他们叫三潮胜水 三潮胜水曾经经过检测 里面矿物质含量比较丰富 水质偏硬 有着一定的保健作用 但是由于间歇出水的方式 被附近的老百姓神化 称其为三潮胜水 这一潮胜水 好喝 好喝 好喝啊 2011年印象五龙石井歌会 在上石院天坑首都亮相了 这些影片和演出剧目 都是充分地利用了五龙天坑的 地貌特点 让这一片深藏在中国西南腹地的 喀斯特地貌 用一种神秘脱俗的姿态 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但是极高的人气呢 并没有影响天坑当中的人们 他们依然在那一片 世外桃源般的环境当中 过着自如的生活 2014年6月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所包含的石林 利波 五龙等7个地方 联合召开会议 讨论世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 和科学利用 推动持续发展 我们也希望五龙的天坑旅游 和天坑当中生活的人家 能够依然像现在这样 保持自己独特的状态 持续地发展下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